老李从年轻的时候就牙齿健康不太好,但他对牙医十分惧怕,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看病。 才60岁的年纪,牙齿已经掉了好多颗了,他也没有太当回事,想着自己都这么大年纪了,牙齿掉也就掉了吧。 然而,他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称,寿命的长短与牙齿健康有直接关系,牙齿脱落过多会导致寿命缩短,这让他吓得不轻,难道自己命不久已了? 一,齿铃等于寿灵,寿命长不长,牙齿会告知,我们的口腔内有许多的细菌,但它们维持在平衡状态下,一旦平衡,被打破就容易引起蛆齿,牙周炎等发生,还会出现口臭,疼痛等异常症状。 这些症状不仅仅会影响口腔健康,还会导致心血管疾病,中风以及肺炎等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。 有相关研究发现,功能牙、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,丹麦的研究人员曾对573名70岁老人进行了21年的随访,结果发现全口无牙。 牙齿数量10颗的老年人,5年内致残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,提高了2、81倍、2、13倍。 随访结束后,发现全口无牙的老年人,死亡风险相较于有20颗牙的,增加了26%。 牙周病学2000上也曾有研究指出,年龄65岁的老年人掉牙数量超过5颗,会导致藻王风险明显增加。 研究还发现,年龄74岁的老年人仍没有牙齿脱落的话。 预期寿命很可能会达到100岁以上。 世卫组织曾提出8020的口腔健康理念,即80岁时可咀嚼食物的牙齿数量至少有20颗。 也就是说,80岁时最多只能脱落12颗牙齿,多项研究均表明,牙齿健康与预期寿命之间有很大的关系,每个人都需要好好地保护牙齿。 2、牙齿脱落。 这三种危害不可小觑,不少人觉得上了年纪之后牙齿脱落是正常的。 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,衰老不是导致牙齿脱落的必然因素。 大部分老年人,牙齿脱落是由于取齿,牙周病所致,其中牙周病的发病率达到了八成以上。 然而长期缺牙的危害远不止于此。 1、加速衰老。 牙齿缺失后会导致牙草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,很容易发生萎缩。 导致口腔和面部的稳定受损。 如果牙齿缺损较多的话,会导致其他牙齿倾斜。 一味让整个面部的肌肉走向都出现异常,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常人衰老许多。 2、引起牙周疾病。 原先排列紧密的牙齿出现了空隙,其余的牙齿会逐渐向空位靠拢,导致牙齿缝隙变大。 而在缝隙变大后,很容易残留食物,时间长了会引起取齿,牙周病发生。 3、牙草骨流失。 牙草骨在没有支撑牙齿的时候会逐渐发生萎缩。 只要发生萎缩就很难恢复,一些较为严重的,可能到后期甚至连种牙都不行。 数据显示。 我国约有九成以上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口腔问题。 这是个需要重视的社会公共问题,尤其是一些缺牙的人群,一定要及时修复,最好在三个月内修复好,避免给身体带来额外的风险。 3、牙齿有这四个特点,是长寿的特征。 上文多次提到,牙齿健康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。 如果你的牙齿有这几个特征的话,说明你离长寿的距离很近。 1、坚固整齐,齿排齐坚固者。 为长寿,牙齿坚固意味着可以充分咀嚼食物,身体也可以吸收到充足的营养。 自然获得长寿的几率也更高。 2、无严重磨损。 没有严重磨损的牙齿说明咬合关系正常,捏下合关节也没有明显异常。 口腔健康保持在良好的状态下。 3、牙齦健康。 健康的牙齦颜色应该为粉色,且质地坚韧,没有异常的红肿出血。 4、牙齦可以说是滋养牙齿的土地。 牙齦健康与否,会直接影响到牙齿的稳固程度。 4、口腔无异味。 口腔异味与消化系统,内分泌系统健康息息相关,也可能是牙周病。 取齿所致。 健康的口腔应该是没有异味的。 想要呵护牙齿,还得从正确刷牙开始,正确刷牙要掌握这几个要点。 一是要斜着刷,保持牙刷和牙面45度,让刷毛可以充分接触牙间隙,清除内里的细菌和菌斑。 二是振动着刷,振动可以让牙菌斑生物膜受到破坏,从牙齿上脱落。 三是要交界刷,在牙银和牙齿硬组织的交界部位进行清洁。 上了年纪的人,同样需要关注牙齿健康,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掉牙是正常的现象,这是不科学的。 四、掉牙与寿命。 常见误区解读,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中,掉牙被看作是自然衰老的一个标志,甚至有人认为掉牙多的老年人更能活得久。 然而,这一直觉推断与科学研究所揭示的事实并不相符。 根据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与慢性疾病关系的流行病学分析的数据,牙齿的丧失实际上与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关。 这些疾病会显著缩短人的预期寿命。 牙齿丧失的根本原因通常与牙周病、取齿以及口腔护理不当有关。 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控制,最终可能导致全身性健康问题。 例如,牙周病菌可能通过血液传播,引发或加重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疾病。 因此,掉牙多的老年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更为健康或者更长寿,而是他们可能面临更多健康挑战。 此外,牙齿的缺失会影响到老年人的饮食习惯,使他们无法摄入足够的营养。 这对于维持健康的老年生活至关重要。 营养不良不仅影响身体健康,也会影响到认知功能,进而影响生活质量和寿命。 因此,保持牙齿的健康实际上是维护整体健康,预防慢性疾病,以及延长寿命的重要手段。 三,口腔健康维护对延长寿命的潜在益处。 良好的口腔健康不仅能够提高生活质量,还可能与延长寿命有关。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的关联性研究中的数据表明,定期进行口腔保健的人群,其患有慢性疾病的风险较低。 这可能是因为口腔健康能够减少炎症反应,降低全身性疾病的风险。 定期的口腔检查可以早期发现取齿、牙周病等问题,并及时进行治疗。 这不仅可以防止牙齿进一步损坏,还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导致的全身性健康风险。 例如,牙周病与心脏病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证实,定期清洁牙齿和牙龈可以有效预防牙周病,从而降低心脏病的风险。 除了定期的口腔检查,个人的日常口腔护理也同样重要,正确的刷牙技巧,每日使用牙线,以及避免过度摄入糖分和酸性食物,都是维护口腔健康的有效方法。 同时,戒烟也被证明对口腔健康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。 在保持个人口腔卫生的同时,饮食习惯也不容忽视,均衡的饮食不仅能够提供必须的营养,还能够帮助维护牙齿和牙龈的健康,富含维生素C和钙的食物对于保持牙齿强健。 预防牙齿疾病特别有益,老话说,牙好,胃口就好,寿命自然就长,但这句话真的靠谱吗? 其实,牙齿掉得多不是长寿的象征,反而可能暗示着身体其他部分也存在问题。 牙齿的丧失往往和牙周病,蛀牙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问题紧密相关,而这些问题如果不管不顾,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健康隐患,比如心脏病,糖尿病等。 而且,少了牙,吃东西也不方便,营养摄入跟不上,身体就更容易出毛病。 所以,想要活得长久,光靠属牙齿是不够的,还得好好保护它们。 日常生活中,刷牙,用牙线,戒烟和健康饮食都是保持牙齿健康的好习惯。 别小看了这张嘴里的小小牙齿,它们可是你健康的晴雨表,想要身体硬朗,就得从保护牙齿做起。 记住了,健康的牙齿才能咬出好寿命,刷牙总容易出血怎么回事。 一,每次饭后尽量去漱口,建议大家在每次吃过饭之后都要养成漱口的好习惯,特别是晚上睡觉前, 更应该漱口,如果是在外边不方便的话,可以随身携带漱口水来进行漱口。 饭后的及时漱口可以清除掉刚刚吃过饭,积累在牙齿上的残渣和碎屑, 也可以消灭口腔和牙周部位的有害病菌,还能让我们的口气变得更加清新。 如果你是本身,自己就患有牙银盐,建议你可以在温水中加入一勺的海盐,让盐先溶解在水中, 然后去含一口盐水,在口中保持30秒左右,再吐出来,这样来回去做四下, 可以每天早晚个进行一次,就能帮助牙齿消炎。 二,选择合适的牙膏和牙刷,虽然说市面上卖有很多具有止血效果的牙膏, 但是这些牙膏治标不治本,在这里我给大家的建议是, 所有人要想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,最好是选择含浮牙膏, 因为含浮牙膏可以帮助预防蛀芽的产生,还能起到日常的清洁作用, 其次就是在使用牙膏时,并不是牙膏挤出来的越多越好。 一般在三岁以上的孩子或者是成人,用牙膏的含量都是豌豆大小即可, 对于牙刷的选择,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去选择小头的。 软毛牙刷,你可以用手来感觉牙齿的硬度,每天最好刷个二杠三遍的牙齿, 每次刷牙保持三分钟即可。 三,平常多吃蔬菜,对于牙龈经常会出血的朋友, 建议你们在两餐之间,可以去吃一些比较脆的蔬菜, 例如胡萝卜或芹菜等。 这些蔬菜可以帮助清除掉我们牙齿上的食物残渣, 可以起到预防牙龈疾病的效果。 另外,吃这些蔬菜还能够促进唾液的产生, 非常有助于保持口腔卫生, 在蔬菜中含有的糖和各种碳水化合物, 也可以帮助预防蛀芽, 特别是一些绿叶的蔬菜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, 例如生菜、甘蓝、菠菜等, 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凝结的时间更长, 来预防牙龈出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